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十一月二十九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和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為您關注到的是來自洛杉磯時報上面的一篇觀點文章 裡面提出了一些應對中國的心想法 不知道您怎麼看 文章寫道在過去的一年中 中國對於新疆地區的侵犯現象越來越多 前輩拘留者的證詞 衛星圖像還有可公開獲得的地方政府文件 都指向了這裡正在建設集中營 拘留一百萬或者是更多的維吾爾族人 還有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 以及對被拘留者進行虐待 包括酷刑和性暴力 而最近發布的超過四百頁的新疆文件 也就是中國內部的政府文件 更是證明中國領導人對新疆的虐待行為 應該負有直接責任 習近平主席無疑為該政策制定了方向 對中國的穆斯林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都市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在參議院發言時說 新疆文件顯示了中國有意圖消除維吾爾族 這些是非常有力的言辭 使人質疑中國領導人是否有種族滅絕的意圖 據報導新疆有一些虐待事件 包括強迫絕育還有將兒童與家人隔離 實際上可能構成了種族滅絕 問題是應該怎麼辦 美國的國務院已經努力宣傳新疆少數民族正在遇到的困境 實施了簽證限制並且針對有罪的個人 而美國的商務部也已經發布了一份清單 列出了參與這些虐待行為的中國公司 禁止美國人與他們做生意 而新疆文件的出版應該鼓勵財政部隊 包括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在內的高級領導人實施制裁 但是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如果美國和其他國家要成功說服中國放寬對新疆的政策 那麼就應該更加直接的針對習近平 幸運的是國際社會可以利用強大的力量對付他 因為北京即將主辦二零二二年的冬季奧運會 建議有大量證據表明中國侵害新疆人的罪行 國際奧委會應該重新考慮將奧運會授權給北京的決定 不幸的是國際奧委會已經表明他無力捍衛人權 這意味著美國和其他有關國家必須採取行動 川普政府在國會的支持下應該立即開始建立一個國際聯盟 這樣的聯盟將呼籲國際奧委會取消或者是推遲奧運會 除非中國關閉難民營並且結束在新疆的虐待行為 而如果國際奧委會拒絕合作的話 而且如果北京沒有迅速改變方向的話 那麼這樣一個國際聯盟應該準備威脅抵制二零二二年的奧運會 並且舉行平行的自由運動會 如果川普政府不採取行動 那麼國會可以呼籲美國奧委會宣布自己的抵制 而如果美國奧委會拒絕 國會應該考慮撤銷其聯邦憲章 將體育與政治分開 理論上來講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中國利用國際體育來增進其政治利益 正如胡錦濤利用二零零八年夏季奧運會 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國形象一樣 習近平正將利用二零二年的奧運會 向人民預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順利進行 二零二二年的奧運會將是一場盛大的宣傳盛會 參加國將在其中發揮輔助作用 而奧運會的取消改期或者被抵制 將標誌著習近平的重大國內和國際尷尬 有關於這種情況背後的原因的新聞 肯定會超越中國的防火牆 讓中國人民得到了解 利用奧運會作為槓桿可能會非常有效 因為這樣做會挑戰習近平的領導能力 而如果美國不能夠找到國際夥伴 那麼華盛頓應該準備進行單獨的抵制 中國對維吾爾族人犯下了暴行 參加北京二零二二年奧運會將默許那些虐待行為 通過捍衛人權原則 美國可以激勵其他人效法我們 同時向濫用權力者表明 在捍衛人權方面美國絕不是紙老虎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AEI 也就是美國企業研究學會的訪問學者馬薩先生 這篇文章發表在洛杉磯時報上 先為您關注到的是孔林林案的最新進展 我們知道在去年的九月三十日 在英國博明和保守黨年會上 孔林林大肆鬧場引起了相當的國際反應 孔林林在香港監察一場有關於香港自由以及法治的座談會上 斥責遇會者反華施漢奸並請離場 而期間的更是掌握工作人員一度被警方逮捕 隨後中國駐英大使館發布聲明 指中國記者在會上提問表達觀點時遭到阻撓 要求會議組織者向中國記者道歉 而組織者香港監察主席羅哲斯表示 大陸官媒記者濫用了他的身份 試圖恐嚇他人 而中國的日益挑釁和侵略行為已經超過國界 中央廣播電台總臺向孔林林最後卻質疑了慰問 那麼這件事情在今天又有了最新的進展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一起來看到的是來自BBC的報導 文章介紹說英國地方法院的法官沙米姆庫雷西對孔林林作出了判決 他對這一位央視記者說他的兩個行為應該被作出回應 第一呢是掌握現場的工作人員 第二呢是後來推開他的手臂 據說呢他的掌握力度如此之大 以至於在與他有八個座位之遠之外的另外一個人都可以聽到掌握的聲音 這位法官說你的第一項行為顯然是犯罪性的攻擊 但是第二個暫時還不是 在我看來被告失去了當記者的冷靜專業精神 反而成為了一個情緒激動的鬧事者 孔林林被判有條件釋放十二個月 並被勒令支付費用受害者額外傷害費用 還有一百英鎊的賠償金 總價值呢是兩千一百一十五英鎊 而他的律師拉加特告訴法官 他將對定罪和判決提出上訴 根據英國法律中有條件釋放是一項法律判決 指的是被告犯有輕罪 但是只要滿足各種條件 經過一段時間後被告就不會被正式定罪 並且判決將從個人記錄中被刪除 接下來呢要為您關注到的是跟間諜有關的幾條消息 首先來看澳洲媒體澳大利亞人的報導 文章介紹說四面楚歌的自由黨議員廖嫦娥被發現與一個死者有聯繫 而後者呢是維多利亞州齊斯霍爾姆有關中國間諜指控的風暴中心 有一個坐在廖女士旁邊的男人的照片已經被發布在社交媒體上 他就是已故的商人趙波 消息人士說這些照片是在二零一六年初在廖女士家中拍攝的 廖女士的一位發言人昨晚正是照片事態他家中拍攝的 但是他說廖女士不記得曾經與趙波會晤 他說他不記得見過這個人 但是照片顯然是在他以前的房子裡 這一些照片呢是在聖誕節後的活動上拍攝的 當時廖女士感謝宴請分支機構的助選工作 這呢是在二零一六年大選之前進行的 當時廖女士與當時的自由黨朱利亞萬克斯競爭這一席位 這些照片呢是由維多利亞自由黨的東部多元文化分支發布的 趙波在三月面臨欺詐和違證罪 他呢可能死於藥無過量意外或者是故意殺人 根據報導他告訴澳洲情報當局 曾經有中國的特工試圖嘗試聯繫他 以將一位中國勢力者插入聯邦議會 據稱在告訴澳洲情報當局 他曾經被一位疑似中國特工的富裕中國商人接洽後 他要求參選聯邦席位之後呢 趙波在三月在墨爾本一家汽車旅館的房間內被發現死亡 至今死因仍不明朗 下面呢這一條跟間諜有關的消息來自彭博社 文章介紹說去年當一名涉嫌從事中國間諜活動的人被引渡到美國時 司法部讚揚比利時當局提供了重大援助 美國的起訴書顯示許彥均在比利時會見的聯繫人後被捕 目的是討論和接收他所要求的敏感信息 許彥均被指控從事經濟間諜活動 而通用電器航空則是其主要目標 現在呢這樣的案件還正在審理之中 而對於中國代理人而言 比利時似乎是一個不大可能的目的地 但是實際上根據情報機構的說法 這裡呢就是國家安全局的間諜窩 他說特工的數量至少和冷戰時期一樣高 而比利時是這些中國特工的棋盤 比利時是歐洲聯盟 還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的所在地 對有報復的間諜活動製造者來說 當然是一個誘人的地方 外交官議員和軍事官員在這裡相互交流 分享顯言歲語和想法 而比利時的戰略位置使得其本身對中國發揮重要作用 成為在歐洲施加影響的場所 我們擁有北約和歐盟等國際機構的事實 使得比利時自然成為中國的重點 布魯諾海倫道夫這樣說 他是位於布魯塞爾的愛格蒙特皇家國際學院的研究員 眾所周知布魯塞爾許多間諜 而如今來自中國的間諜活動是一個日益嚴重的重大問題 在二月德國的報紙世界報引述了歐盟外交機構 歐洲對外行動局的一項當時尚未發表的評估 大概有二百五十名中國間諜在布魯塞爾工作 比俄羅斯更多 中國駐歐盟代表團表示 對毫無根據的報導感到震驚 他說中國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 也不會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然而事情卻仍在繼續 布魯塞爾大學VUB孔子學院的中國主任 在被指控犯有間諜罪之後 於十月被禁止進入歐盟免護照的深耕地區八年 而許彥均的起訴書中概述了對中國採用的方法的了解 據稱許彥均的職責包括從美國以及整個歐洲的航空航天公司 獲取商業機密 他使用別名並被邀請有酬參加中國之行的專家 來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進行演講 他確保這一些目標可以攜帶一台可以捕獲數據的工作計算機 而美國仍然是北京從事間諜活動的核心 FBI的負責人在七月份表示 中國正試圖以犧牲美國的利益來竊取經濟情報 然而歐洲也越來越成為中國關注的焦點 在波蘭法國德國和英國都發現了所謂的中國干預案件 中國人比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更加活躍了 一個具有二十多年中國經驗的英國外交官這樣表示 間諜活動是中國影響力活動的極端體現 總部位於倫敦的皇家聯合服務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帕頓說 從學術界到技術外溢 也就是收集數據發回中國再進行挖掘 等其他情況也廣泛存在 而比利時的精英階層通常對中國持寬鬆態度 比利時的政治系統破裂 使得制定統一的戰略變得更加困難 比如現在選舉已經進行了六個月 但是仍然沒有組建政府 而本月訪問中國的代表團中 包括四位負責貿易關係的部長 正如一位歐洲高級官員所說的那樣 比利時卻也正在向中國敞開大門 向中國投資從能源戰略航運和技術等種種行業 而比利時說比利時正在以務實的方式回應中國的崛起 強調其在物流等領域的優勢 同時確保關注項目的可持續性和對國際標準的尊重 他們擁有中國非常需要的先進技術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前駐布魯塞爾的中國外交官王一偉 談到比利時時這樣表示 通過布魯塞爾你可以進入歐洲甚至美國 他說中國的創新正在迅速趕超美國 所有國家都在為贏得技術而努力 而建立許多影響力是合法的外交活動 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說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灰色地帶 可能很難從一個更加分散的影響力兜售網絡中看出中國的力量所在 曾經擔任比利時聯邦議會內政委員會主席的梅耶倫 在介紹了其任職五年期間多次前往中國 而官員向他推薦了人工智能面部識別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技術進步 他在一次採訪中說 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向中國人打開更多的大門 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 如果他們也敞開大門 那麼我們雙方都很好 當然我們是一個小國中國巨大 但是如果我們以一種方式採取行動 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反應 那麼好的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進行下去 儘管如此也有跡象表明比利時當局已經適應了潛在的威脅 與中國的影響力工具接觸並非沒有風險 極右翼的弗拉姆斯貝朗地區的議員 菲利普杜溫特就因為涉嫌與一個從事間諜活動的組織的關係 而正在受到調查 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先生認為雙邊關係發展良好 他說在歐洲有一句話說小就是美 而在中國人的理解中比利時就是小而美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全部內容 希望你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全球新聞大集合 網頁版APP任您選六度新聞 一網打進自由新聞精華 六度新聞 全球新聞大集合 電視好